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月身穿一条粉色吊带裙 修身的设计勾勒出丰满细腰好身材 她和妈妈邱淑珍长得很像 气质更是如出一辙 纯美中带着性感 十分令人着迷 她的五官精致 皮肤白嫩 事业线非常强劲 在镜头前丝毫不怯场 镜头表现得超级在线 神月还在采访中透露了自己的理想 她自曝最近着迷于科幻作品 对虚拟世界和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 她还表示希望有机会 可以从事科幻大片的编剧工作 想要看到自己的作品登上大荧幕 邱淑珍是香港的一代女神 也是很多内地观众的青春记忆 邱淑珍一开始是走青春路线的 然而星途平平始终无法突破 后来王晶慧眼十珠 力要她转型成了一位性感女神 当年王晶对她确实另眼相待 其他的精女郎是现场直播 而邱淑珍在拍摄的时候 王晶都会赶走现场所有的男性 给邱淑珍留下隐私 邱淑珍自从转型之后 心路非常顺畅 不过感情方面就比较曲折了 幸好最终她还是遇到了 自己的真爱沈家伟 两人相识相恋至今 都宛如新婚 简直羡煞旁人 婚后他们夫妻生了三个女儿 取名日月晨 邱淑珍之后更是退出演艺圈 令不少影迷感到遗憾 好在女儿沈月继承了妈妈的高颜值 也对演艺事业比较感兴趣 拥有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前段时间沈月在演艺事业上动作频频 疑似有着出道的打算 她不但拍摄了广告片 还为很多杂志拍摄了封面大片 更是多次替奢侈品牌站台 她的超高颜值和出众气质吸粉无数 获得了很多好评赞赏 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 沈月才刚刚二十出头 她的家庭经济优越 又有着如此出众的颜值 未来可以选择的方向实在是太多了 祝她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 也希望她的演艺事业越来越好 成为像妈妈一样优秀的人 二 叶玉清 叶玉清是亚姐出身 虽然大家对她的印象都是一些大尺度的电影 可她其实出演过不少各类型的电影 而且演技着实不错 曾经得到过香港电影金像奖 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后来在自己事业巅峰时期 她选择激流永退 嫁给了胡兆明并在国外定居 她和老公一共育有两子一女 女儿胡芷欣现在也长大了 颜值上来说虽然不敌妈妈年轻的时候 可也称得上是美女 胡芷欣的身材方面 可以说是十分火辣了 一双大长腿十分吸睛 而且前凸后翘超级迷人 而这样一位有颜值 有身材的新热带 最让人羡慕的是 还非常聪明 从小她就是一个学霸 升学考试时 曾经一下拿到了六个奖学金 让人非常服气 三 中立提 前段时间 中立提大女儿发表动态 晒出了自己身穿内衣的现感照片 好身材一览无遗 同时还配文称 没听说过情人节之类的话语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和外籍男友分手的迹象 引起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照片中张敏君一头慵懒的波浪大卷发随意披散在肩头 黑色蕾丝套装的内衣穿搭将凹凸有质的身材衬托出来 整个人看起来超级的有料 性感的气场 不输妈妈 中立提的大女儿完美遗传了她的优秀基因 2021年张敏君参加了温哥华华衣小姐竞选 她凭借高挑出众性感的外形加上竞选现场不错的表现 在选美中获得了亚军的理想成绩 在介绍时她还称妈妈是她最崇拜的女性 不得不说拥有如此好的基因想要入行 紧跟妈妈的脚步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毕竟有明星妈妈的光环 对于她来说既是好处也有弊端 多数粉丝对于张敏君的关注 也源于妈妈中立提 如今已年过五十的中立提 依然看起来精神状态超级棒 让人羡慕的是即便生了几个女儿 她的身材和心态也依旧很棒 中立提的第一任丈夫是Glenn Ross 比利时人 两人相识相恋没有多久 便于1998年闪婚 并且生下女儿张敏君 没过几年 这段婚姻便宣布破裂 第二任丈夫是音乐人严征 两人生有两个女儿 这段婚姻维持了近七年左右 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中立提的第三任丈夫是 内地80后男艺人张伦硕 两人年龄相差十几岁 2015年被拍到恋情 次年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之后夫妻两人经常高调秀恩爱 感情好到令人羡慕 四 李立真 李立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曾是不少宅男心中的女生 很多观众也是一路见证 她从一代育女转变为 一坨成名的艳星 现年已经56岁的李立真 其实还活跃在荧幕上 只不过对于工作 她相对佛系 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享受生活 私下她与女儿徐以荣的关系非常好 两母女也是不时地在社交网站晒合照 众所周知 徐以荣是李立真当年 与前夫许怨所生的女儿 虽然李立真和许怨的婚姻 只持续了四年 但是两人分手后依然是朋友 而女儿的抚养权 也是给了李立真 即使如此 许怨私下也经常探望女儿 因此她们的关系非常不错 从小没有在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徐以荣多少也有些遗憾 但这并不是她能够决定的 而且一直以来 徐以荣自问 并没有缺乏父母的爱 所以她感到很庆幸 不知不觉 徐以荣已经24岁了 大学毕业的她也出落得十分标志 看得出徐以荣继承了妈妈李立真的美貌 虽然小时候的她像极了父亲许愿 但是女大十八变 现在的她 俨然就是众人眼中的小美女 就连港媒都将其封为翻版陈法拉 近期徐以荣宣布自己将会出道做网红 对于她的这个决定 观众并不感到惊讶 毕竟徐以荣是有一定资本的 除了长相出众外 相信利用其母亲李立真在圈内的人脉 她的发展一定会非常不错 不过徐以荣现阶段似乎只想做个网红 利用社交平台与网民分享自己的生活 她表示妈妈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而相比之下 自己更想做个真实的人 之所以选择做网红 也无非是想要更多的人了解自己 在此基础上 徐以荣还强调自己对演戏并没有兴趣 若是有广告商想要找他们母女合作 是没有问题的 看来徐以荣很期待和妈妈李立真 有荧幕合作的机会 其实早在前些年 就有媒体问过李立真 是否有让女儿出道的打算 但是都被她一一否认了 当时李立真还表示 女儿并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而且她作为母亲 也并不支持对方入行 如今这打脸的举动 想来也是徐以荣单方面的主观想法 不过在受访时 她也表示自己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与此同时 徐以荣还声称 母亲向来支持自己的决定 而且还再三叮嘱自己 希望未来在发展的过程中 要学会代言识人 想来李立真也是总结了自己多年来 在行内打拼的经验 才会向女儿说出这番肺腑之言 据悉 徐以荣选择做网红还有个原因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时装生意 做活招牌 在大学里修读设计专业的她 毕业后便开始经营自己的服装生意 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大做强 但是徐以荣信心十足 所以在兼顾生意的同时 她也希望可以借助自己网红的身份 帮网店宣传 这做法也让人十分理解 不管怎样 希望徐以荣可以在网红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就算没有妈妈李立珍当年的成就 相信也会得到众人的支持 五 温红 因为喜欢与龙共舞 所以对温红最深的印象就是 她饰演的傲娇表妹拱戴娜 好些年没有观赏她的作品 再次见到这位熟悉女星 是近日她跟女儿Christelle流失合体 母女一起俏皮跳舞 更写下可爱的注解 被迫营业的一天 灵巧的小水晶和她的拖油瓶妈妈 画面中54岁的温红 绑着包头 双手握拳 满脸洋溢着笑容 女儿水晶流失则穿着帽梯 跟着妈妈开心热舞 母女同框的画面曝光后 让许多港片粉丝都相当兴奋 水晶的高颜值也吸引大批网友赞美 赞誉很久没看到这么漂亮的新二代 刘时今年15岁 2007年11月在台北出生 是温红跟第二任丈夫 在白体健康科技集团担任总裁的刘冠婷所生 一家三口常常分享幸福的合照 跟许多初中女生一样 刘时相当热衷玩社群 经常在微博分享逗趣的自拍影片 或许从小出生在明星家庭 所以面对镜头一点都不怕声 言谈举止显得落落大方 刘时拥有一双又圆又大的大眼睛 五官立体深邃 因此也被认为跟阿娇中心童相当神似 目前刘时已经坐拥不少支持者 更有人帮她成立水晶粉丝后援会 她在放假时也常常跟母亲到片场观摩 不过年纪还小 如果未来要出道成为明星 或许要再等几年 以上就是当年艳星的女儿们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如果喜欢此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